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30 子夜时分 在福建侯关 就是今天福州市中山路中段的一间普通的民房里 传出了婴儿的啼哭 一个小男孩来到了人世间 一家人因此欢天喜地 父亲更是一宿没睡天刚放亮就急匆匆地出门购物 老婆正在月子中自然要出去采购一些必备的用品 然而当他拎着买来的东西急匆匆地快要走到家的时候 只见家门口的大街 借位森严 原来这是新任福建巡抚上任 这一幕让孩子的父亲激动不已 这是个好兆头 他灵感大发 立即给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 林则徐 林是姓 则是孝法的意思 徐是新官上任的福建巡抚的姓 不用打听 一看旗帜就知道巡抚姓徐 爸爸的意思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这位巡抚徐大人那样 平不清云 光宗耀祖 威风八面 您别笑他俗戒 这是普天下为人父母的普遍心态 然而谁能想到 这个小男孩后来真的成了国家的栋梁 当然这是后话 在当时如果说林则徐小朋友将来会有这样的前途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因为他的家境太贫穷了 穷到什么程度 不夸张地说 为一日三餐发愁 有的时候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 贫穷的生活给林则徐打下了一生不能磨灭的勤俭爱民的烙印 前龙五十三年 林爸爸参加福建乡试去考举人 名落孙三 垂头上气地回到家 把年仅四岁的林则徐抱到了自己任教的师叔里边去了 很显然爸爸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此举引来很多人的非议 一则 自己是个穷秀才 艰难度日 难道你希望儿子也走你的老路吗 再则 孩子毕竟才四岁 还没有到读书的年龄 那么小的孩子弄到书房里边去 为免超之过急了吧 然而林则徐聪明过人 几年的师叔生活使他逐渐开窍 八九岁就开始学习作文 写下了传送至今的连句 海盗乌鸦 天作案 山登决亭 我为风 不仅对战工整 而且和有一番顶天立地的豪气 嘉庆九年 1804年 二十岁的林则徐 考纵举人 真是平地一生雷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他超越了他的父亲 那么成为当时福建市林 公认的一颗未来之星 当时的制度 举人虽然是很高的功名了 但是一般还不能直接被任命为官 为了生计 那么林则徐前往厦门 应聘给官员做幕僚 扶着文案工作 原来清政府有个制度 不管是多高品级的官员 他一律不配秘书 一律自掏腰包 聘请幕僚 俗称师爷林则徐 就是去干这样一个临时性的工作 但是谁想到临时性的工作 让他进入了当时福建巡抚张诗成的发言 原来福建巡抚张诗成 翻阅各地的公门 发现厦门的公门做得最好 于是向厦门官员借林则徐前来赶办 呈给皇帝的奏折 那么从此就留在自己的身边 不还了 他是从厦门官员那借来的人 这回不还了 留在自己身边做自己的幕僚 他把林则徐看成是自己的学生本 向他传授公事上的知识 官场中的学问 鼓励他在科举的道路上不断的攀等 你不是举人吗 还需要考进士 还要努力 张诗成跟林则徐说 说你考上了你就留经做官 考不上你就回来做我的幕僚吗 嘉庆16年1811年林则徐考中了晋士 他从此告别了平民的身份 登上了天子的殿堂 走进了仕途 林则徐重晋士后 长期在北京做经官 林则徐为官清廉 无畏权势 行事果敢 勤政爱民 且政绩突出 备受道光皇帝的赏识 成为当时政坛的一颗新星 然而 一场时代的变故 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也彻底改变了林则徐的命运 原来 从道光终业以来 朝廷面临一道 史无前例的难题 鸦片泛滥 鸦片有殷树的枝叶 提炼而成 中国民间俗称为 大历含有大量的马飞和生物碱 有一定的阵痛阵壳和止蟹的功效 原来被当做药柴进口使用 鸦片含有麻醉毒素 非常容易吸食上瘾 一旦吸食上瘾 哎呦 如果一天不吸的话 那清者坐卧不宁 重者 替泪交流 甚至 昏山痉乱 如万箭窜心 比死 还难受 清朝从 雍正七年 开始禁鸦片 雍正七年是1729年 此后不断加重打击的力度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从嘉庆初年开始 中国社会的富裕人群里边 开始有人吸鸦片了 到嘉庆的末年 一般的中产者里边 开始有人吸鸦片了 等到了道光的初年 普通百姓吸食鸦片的人也不少 道光18年的时候 就是1838年的时候 有一个估计 当时清朝吸鸦片的人数 估计能达到400多万人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强 在广东等地区 这一比例将更高 鸦片泛滥 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一个灾难 极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一旦吸食鸦片 这个人就成废人了 富者变贫 贫者难道女差 那么时间一长 这个鸦片烟鬼 骨瘦如柴 脸色蜡黄 行为举止 好似大病出狱 中国人在近代 被称为东亚病夫 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危害 白银外流 银贵前见 国内经济出现了危机 当时清朝流通两种货币 白银和资钱 白银用于给国家纳税和大宗支付 比如说买房买地买车 要用白银 资钱用于老百姓的彩米油盐的日常开销 这样一来 银和钱之间就有一个比价问题 由于鸦片泛滥 买鸦片需要白银 就导致白银不断的外流 结果国内存银减少 这样一来 自然银贵前见 大家知道老百姓日常生活 日常工作 他出去打工 他挣的钱都是智钱 他如果有大宗支付 他要换白银 这样一来 就国内通货膨胀严重 人民负担加重 第三个危害 鸦片走失 腐蚀了国家机器 应该承认 清朝官员对鸦片危害的认识是充分的 在禁烟的大原则上 也基本没有太大的分析 但是禁烟的效果却惨淡无比 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清朝官场腐败 官场中弥漫的这样一种风气 就是官员们普遍都阴寻懈怠 大家的心态都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却有功 但求无过 在这种情况下 谁愿意大刀阔斧地去严禁鸦片呢 更何况禁毒还是世界性难题 捅马蜂窝去干什么呢 所以官员们普遍 是这么一种心态 那么尽管有人提出过加重打击力度的建议 但很快 燃没在反对的声浪当中 于是 国家的禁令流于形势 鸦片泛滥 一天比一天严重 那么道光皇帝 在焦灼和困顿当中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终于林哲徐的一份奏折 让他下定了决心 道光皇帝批曰 胡光总督林哲徐的奏折 看到快要结尾的地方 这样一句话 让他产生了遭受奠基的感觉 这句话说 就是说 你再掉以轻心的话 过个十来年 我们中国都找不出合适的兵源了 为啥呢 都成鸦片烟鬼了 我们中国都养不起兵了 为什么呢 都买鸦片了 所以想到这一点 林哲徐说 我不含尔利啊 这是道光得到的最严重的警告 鸦片可能导致亡国 那么摄山处地想一想 那确实是很严重啊 所以呢 道光皇帝立即下旨 遭胡光总督林哲徐来京必见 林哲徐是禁烟运动的坚定的主张者 和有力的执行者 他在自己的辖区里大力禁烟 比如说配置戒烟药丸 加重对犯烟 开烟管者的打击力度 注重保甲等基层社会组织的运用等等 那么禁烟多有成效 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所以啊 这次找林哲徐进京 绝非偶然 十月初十日 那阳丽是十二月二十六日 黄昏 林哲徐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跋涉 那么抵达了北京 第二天凌晨就进宫后见 从这一天开始 道广帝连日召见八次 军臣二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试涉机密 从无透露 但是从林哲徐的奏稿 书信里边来勾成 可见大致涉及了这三个方面 鸦片问题 海防问题 处理与英国关系问题等 根据清宣宗实录记载 11月15日 阳丽是12月31日 道广帝下诏 特派湖广总督林哲徐 慈富岳省 查办海口事件 并颁给钦差大臣官房 令该省随事兼规截至 过了三天 林哲徐进宫 向道广皇帝辞行 道广皇帝指示他 积息涌除 根诸断绝 阳体振兴 为中国除此大患 又过了五天 中午林哲徐 焚香酒拜 启用钦差大臣官房 然后传令其成 当时很多官员都来送行 但是呢 大家的心情并不轻松 中国政坛一场 大风暴即将掀起 出于对前途莫测的忧据 很多人呢 表情凝重 难道林哲徐 对前途的凶险 没有认识吗 绝对不是这样 他是有认识的 大家都知道 这次查禁鸦片 既要完成使命 又不能惹的英国人动武 否则道光帝 难偏要怪罪下来吗 而兼顾 这两个目标的难度比较大 再者呢 道光帝 竟然有一定的心血来潮的因素 一旦禁鸦运动遭遇波折 难保他不会改变立场 最后呢 很多大臣呢 在严禁鸦片这个问题上 立场保守 以林哲徐的政治洞察力 他能看不到这一点吗 那么林哲徐为什么不顾个人安慰 敢于铁剑担道义呢 这正是他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品格使然 他后来写下了著名的诗篇 其中一句诗被传送了一百多年 狗立国家生死于起因祸福 必屈之 就是说啊 只要对国家有利 自己的祸福就不考虑了 无论生死都随他去吧 这体现了一种敢于担当 敢于负责任的精神 这种精神太可贵了 您看鸦片泛滥 危害巨大 谁认识不到 但是很多人都不说话 林哲徐站出来 为国家负责任 他不计较个人的生死祸福 一切知识度爱 这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品格 所以呢 他不计个人得失 一无反顾地投身到禁烟斗争中去 稀释鸦片极易上演 而贩卖又能获得暴力 英国鸦片商人 因此获得了稳定而丰厚的利益 清政府禁烟的消息 对他们来说 无异于断起生路 他们又如何肯交出鸦片 那么林泽徐是如何打开禁烟局面的 虎门硝烟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道光十九年 正月二十五日 公立是1839年3月10日 林泽徐抵达了广州 朱江两岸 挤满了民众 人人争赌 钦差的风采 这个时候的广州一片肃煞 外国鸦片船驶离了林丁崖 独销 跑到了澳门 斩避风芒 国内的烟饭 也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个外国鸦片贩子 心有余悸地说 已经见不到一个灵受伤了 没有一个人来打听鸦片了 他们咒服夜出 打探消息 但紧张之余 也心存侥幸 因为根据以往的情况判断 他们不相信清政府的官员有能力 严禁鸦片 难道这次要动真格的吗 2月初市 公立是3月18日 林泽徐发布命令 要求外国鸦片贩子 立即交出鸦片 出具英汉两种文字的保证书 承诺 事后来传 永远不敢夹带鸦片 如有带来 一经查书 祸尽莫关 人计证法 人计证法就是 证法就是执行死刑啊 林泽徐发出警告 如果不签署保证书 将停止贸易 并且表示 若鸦片一日未决 本大臣一日不回 事与此事相始终 段无宗旨之力 第二天 粤海关告示杨商 在交出鸦片之前 不许前往澳门 几天后 外国鸦片发指 臭了1037箱鸦片 交给林泽徐 企图蒙混过关 这个时候 林泽徐早已经掌握了 外国鸦片贩子 手中鸦片的大致数量 你叫他们一点 就想蒙混过关吗 林泽徐决定采取 断然措施 下令传讯英国 大鸦片贩子掂地 外国人顿时感到了恐慌 为什么呢 开始抓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 一律 站出来挑衅 一律这个身份 是英国政府派到中国来的 商务监督 相当于外交人员 但是清政府压根不承认 他这个外交人员的身份 一律站出来挑衅了 他把英国商船组织起来 对抗清政府的禁言令 而且还挑衅性的质问林泽徐 他说 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 咨询贵总督 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作战 您看这话说的多尖刻 多带有挑衅的意味 言外之意就是说 是不是想打仗 林泽徐针锋相对 他采取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 他下令封昌停止中英贸易 我跟大家讲 当时我们中国在中英贸易当中 有一个刷手锏 就是英国人离不开我们的茶叶 他有求于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制裁 还有一个更严厉的措施 林泽徐下令切断外国人住所 与外界的联系 同时林泽徐重申 只要你交出鸦片 我就改变上述政策 林泽徐的措施很快收到了效果 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商人 陆陆续续的就来欠那个保证书来了 一些英国商人也纷纷对 一律的强硬表态不满 认为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因为一律不让他们去签那个保证书吗 不签保证书就没法做买卖 英国人还等着喝下午茶的 所以他心急火燎的 跟一律又开始来劲了 所以你损害了我的利益 因为英国商人 他也不是人人都卖鸦片 现在被连累了 一勺汇 这买卖都做不成 所以英国人内部先分化 内外交困的议律终于不得不妥协 2月14日 杨丽丝3月28日 议律向林哲学表态同意 交出鸦片 为什么议律突然改变了强硬立场 向禁言令屈服了呢 无疑 这是林哲学斗争的结果 但是恐怕原因也不仅此于这一点 据美国学者马士 他写了一部书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那里边记载 说一律在让商人交出鸦片的同时 做了一个承诺 造本通知乐于交出的一切 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 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 予以解决 也就是说 一律给商人一个承诺 你们先交鸦片 交完鸦片之后 找英国政府 政府会给你们想办法 可见 一律企图把清政府打击贩毒者的行为 转化为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 这是一个阴谋 从1839年4月 这是阳历 从4月开始 20多只鸦片船 驶到了虎门口外 开始向林哲学交烟 到了5月的中下旬 最后一批鸦片被卸到了岸上 至此 林哲学的经验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 共收缴鸦片237万6千多斤 这占当年输入中国鸦片的60% 林哲学赶紧向道光皇帝请示 请示处理办法 林哲学最初的意思是希望把这些鸦片运往北京销毁 道光帝同意了 但是后来道光帝考虑到运输成本的问题 所以道光帝指示林哲学把鸦片就地销毁 道光帝的招令当中有销毁这个词 如何销毁呢 林哲学破费了一番苦心 按照一般的理解 似乎应该是烧毁 但是经过实验鸦片经火烧之后 鸦片的长高余力渗到地下 据说还能从这里的土壤中提炼出品质烧刺的鸦片 所以还不能烧 后来经过研究 发现鸦片醉剂烟与石灰 于是呢 林哲学最终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 他让人在虎门海滩 稍高的地方挖了两个十五丈建方的池子 池的底部铺有石板 池壁呢 相有木板 防止鸦片渗漏 池的面向大海这一面开有闸门 相反的这一面呢 有沟渠 然后把水通过沟渠引到池中 加入大量的盐 再把鸦片切碎 然后把它投到盐水池中浸泡半天 然后加入生石灰 那池中顿时发生 类似沸腾一样的化学反应 同时由士兵啊 拿着肠杆不断的搅拌 加速鸦片的溶解 最后打开砸门 放入大海 之所以建了两个池子啊 是因为啊 鸦片的溶解需要一定的时间 两个池子交替使用 能够加快硝烟的进度 道光19年4月22日 公历是1839年6月3日 这是世界进度史上光彩的一夜 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一天 林哲学率领梁广当局各级官员来到了虎门 下午两点传令硝烟 虎门硝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局 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一百多年后 这一幕永远刻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1839年8月 虎门硝烟的消息传到伦敦 英国朝野一片震动 英国政府不甘坐视中国禁烟运动取得成功 为此下定了武力侵华的决心 1840年6月 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沿海 发动鸦片战争 经过断断续续长达两年的战争 经朝最终失败 为此各地赔款 开始了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 有人说 是林则徐的古门硝烟 才引来了鸦片战争 那么这种说法能否成立 鸦片战争又给林则徐的命运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早在乾隆 中晚期 英国就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 把地广人多的中国 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来 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要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了 如果能够说服清朝 主动投身英国主导的世界潮流 那无疑代价最小吗 为此 英国派遣了马加尔尼使团 阿美士德使团 来到中国 企图说服乾隆 说服嘉庆皇帝 他全都无功而返 那么这样一来 战争就成了唯一的选项 从道光初年起 英国人刺探情报 制定预案 积极地做了战争的准备 所以虎门硝烟 充其量 加速了这一天的到来 而与鸦片战争 不存在逻辑上的英国关系 换句话说 鸦片战争的爆发 是迟早的事 不能认为是林哲徐造成了英国侵华 但是当时清朝统治集团高成 却不会这样认为 按照传统思维考虑 英国人打上门来 当然得找个替个羊来承担责任 从而维护道光皇帝的伟大的形象 再者 他们不具备起码的世界知识 和国际关系的常识 那更认不清英国的侵略的本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指责林哲徐 办理不善 那是有市场的 如果以牺牲林哲徐来稀释宁人的话 那无疑是成本最低的办法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道光皇帝就违心的去丢主宝具吗 主张妥协的官员们 就别有用心地去落井下石吗 这样一来林哲徐的下场就苛相而知了 虎门硝烟之后啊 林哲徐这个钦财大臣呢 也做到头了 因为钦财大臣他是个临时性的菜式嘛 那么后来 道光帝啊任命他做梁广总督 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 林哲徐预感到了自己处境的艰难 果然 道光29年9月初三日 道光帝发布上渔 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 特派林哲徐池王广东海口 会同邓廷真查办 缘起肃清内地 断绝来源 随地随时 妥为办理 乃自查办以来 内尔监民犯法 不能进尽 外尔兴犯来源 并未断绝 甚至本年 应遗传之 沿海游异 福建 浙江 江苏 山东 直立 盛京等省 纷纷争调 迷想劳斯 此阶林哲徐等 办理不善之所致 林哲徐 邓廷真 着焦布分别 严加益处 林哲徐 即兴来兴 听候不易 完了 道光皇帝翻脸了吗 有些话说得很过格 你比如 他说 此阶林哲徐 办理不善之所致 你看把所有人 都推到林哲徐身上了 不留余地 这个判断太绝对了 那么让林哲徐赶紧到北京去 等着立部给他做出的处理决定 消息传到广州 身世商民纷纷挽留 不少政治的官员也对林哲徐给予同情 10月初一日深夜 就在林哲徐即将启程赴京戴罪的时候 他在广州 接到了立部对他的处理决定 怎么个几结果呢 就短短一句话 说 搁持并择回广东 以备查问猜尾 就是说撤销一些职务 但是呢 你赶紧回广东去 其实林哲徐这时候没有离开广州 为什么要择回广东呢 就是你毕竟了解情况嘛 你还要配合新的领导工作 以备人家查问你一些问题啊 或者有些临时性的工作 要派你去干 那么这个决定就出来了 此后林哲徐在广州 与新任钦差大臣齐善 共度了一段时光 后来呢 又被派到浙江去协办海防 在道广二十一年的夏天 就是一八四一年的夏天 林哲徐最终被流放新疆一离 他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流刑 那是一个今天已经没有了的 一个刑罚的种类 他被流放新疆一离 这个时候的林哲徐啊 从镇台经宁波杭州北上 前往新疆 然而处于危难之中的林哲徐 依然做出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情 他在北上途中 在京口 就是今天的镇江 会见了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 魏元 交给魏元 大量的资料 让魏元去编撰海国图志 原来林哲徐在广州禁言期间主持了了解西方的工作 他组织一些人来搜集西方的各种情报 最后编译成了一部书叫四周志 如今林哲徐把这些材料转交给魏元 历史的使命也落到了魏元的身上 魏元不负众望 他在第二年编成了海国图志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外国情况的作品 在书的开头 魏元提出了著名的口号 诗以长计 以至于指明了新时代的大方向 林哲徐是官场中人 现在又是戴罪之身 他当然不便对敏感问题来发表意见了 那么他寄希望于魏元 魏元喊出了诗以长计以至于的口号 实际上是发挥林哲徐的思想 对此中国史学界从不至于 因此尽管林哲徐是一个沉默者 但仍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哲徐抵达新疆之后 拖着病弱的身躯 投入到当地的建设工作当中 他推广坎尔景 发展农田水利 叫民制访车 学制部 受到新疆人民的参送 新疆的自然条件很好 但是原来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农业技术也比较落后 林哲徐致力于改变这种面貌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那么新疆的官员 也替林哲徐向道光帝 说了很多很多的好话 那么在道光25年 就是1845年的初冬 道光帝让林哲徐来京后补 就是说你服刑算服完了 你回到北京 等着朝廷给你安排一个什么菜式 于是林哲徐告别了新疆 他往北京方向走 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道光帝就改变主意了 让林哲徐不要走了 鼠里散干总督 鼠里不是正式任命 就是在正式的散干总督到任之前 你代理一段时间 后来任命林哲徐为陕西巡抚 再后来又任命他做云贵总督 因为工作出社 后来进封为太子太保 直到道光29年 道光帝批准 林哲徐以身体衰迈为由辞职 林哲徐从此就退出了官场 回到福建老家养老 林哲徐刚刚回到故乡 就接到了道光皇帝逝世的噩耗 为此哭得死去活来 身体状况更去恶化了 林哲徐是道光皇帝 一手提拔任命重用的大臣 虽然在鸦片战争中蒙受冤屈 但道光帝也没有不留余地 时过境迁 依然唯以重任 林哲徐从新疆犯规的短短四年间 就位居极贫 可见提升速度多快 但是我感觉道光皇帝直到死 他都在一直回避着跟林哲徐见面 当时各省的领导定期到北京去述职 就这个林哲徐 道光帝不让他来 你在那好好干就行了 不用来 我感觉道光皇帝有点不太感谢林哲徐 这里边或许包含着一份愧疚吧 那么现在君臣永别了 难怪林哲徐伤心 在清朝的官场 官员行行设设 有的做官不做事 这类人多 还有的能做事但不会做人 林哲徐了不起 了不起在哪呢 就是说他做官做事做人 样样一流 而且敢干事 这个人最富于个人魅力 非常能够团结下属 所以咸丰皇帝继位之后 特招他来京 要为以众人 但是这个时候林哲徐身体状况 已经很不好了 不能出善 咸丰帝也就只好作罢了 随即广西爆发了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 青春一触即溃 局面乱成了一国粥 先丰帝走投无路 不得不任命林哲徐为钦差大臣 希望借助林哲徐的资历威望手段 至少把广西的局面给他稳定下来 哎呀 要是稍有一点办法 先丰帝也不能够把林哲徐给抬出来 他也是没有办法 为此咸丰帝只是抬 都要把林哲徐抬到广西去 这样一来你说林哲徐就就只好去复任呗 那么林哲徐报病复任 他于十月初二日启程 十月十九日 这是阴历 公历是1850年11月22日 走到广东 潮州突然上吐下穴 随即逝世 终年66岁 噩耗传来 朝野斯文晴天霹雳 元老纵臣的逝世 深刻的影响了王朝的命运 先锋皇帝痛哭流涕 挥笔写下了记文碑文和板帘 只是按照总督的品级 安排林哲徐的后事 解除了林哲徐一生所受的所有的处分 然后进封为太子太父 誓文宗 史书记载 在潮州人们霸誓相哭 就是满大街的人都在哭 什么都不做了 每天有数千人前往灵前去烧香叩拜 从此林哲徐作为伟大的爱国者 中华民族的大英雄 而雍哉史车 备受战役